羊那个羊都玩过吧 但是比羊那个羊还离谱的 盗版羊那个羊你玩过吗 今天他来了 兄弟们 最近羊那个羊还在玩吗 反正我是不玩的 我寻思没事就找个替代品嘛 哎 结果就被我发现了一款叫 不是羊那个羊的游戏 说实话 这个名字真的是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 结果等我打开之后我发现 这个除了图标不一样以外 这玩法不就是羊那个羊吗 好家伙 在这给我整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这是 然后我就想 打都打开了 那就寻思着玩一玩吧 通完第二关我就不玩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我 前面还好好的 结果到最后发现 牌不够了 我的天哪 这套路跟羊了羊不一毛一样吗 臭不要脸 正当我准备退出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草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当我扒开草丛之后 里面竟然是一张 鸵鸟牌 大哥 闹呢 我的本来牌就不够 你又给我来一个新的 这还咋玩 没玩了吗 看来这游戏不简单啊 哎 这里有一个鸡窝 哦 我知道了 把母鸡放进去再生一只小鸡出来 刚好三只鸡 哎 不对 让鸵鸟去下单啊 也不是 这里有个狗儿 哎 吐出了一个骨头 把骨头给狗吃啊 不是 哦 我知道了 把骨头扔了 让狗去捡 然后狗就消失了 哦 好吧 是我小肚子了 不是策划 你这玩法你都想不到吗 你真的太逊了我跟你说 不行 这游戏让我给你策划吧 肯定比这好玩 兄弟们 如果你们支持我去做游戏的话 你们就在评论区随便发一个表情支持我一下 我就直接不做主播去做游戏策划了 而且发表情你会跟他们一样 有机会上电视哦 让我想想啊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难道是要消消乐吗 两个合成一个 也不行 那如果两张不一样的卡牌能合成一个吗 嗯 比如羊跟鸵鸟合成羊驼 哎 还真是啊 哎呀呀 真的是机智我啊 那还有两只狗一只鸡一只鸭呢 刷的是干嘛的 刷盆 刷狗 刷鸭 哎 刷鸭变成了鸡 这是什么逻辑 但是 可是 但可是也不够啊 那还差一只鸡呢 看来只能使出我的大招了 老司机终极要一只 一通乱点 哎 又出了一只狼 不是 这啥破游戏啊 又出一张单牌 这狼也没法动 哎 不会是让狼吃骨头驯化成狗吧 我们试一下 哎 还真是 扯话 我前面虽然有点看不起你 但是现在不得不夸你 有时候你脑洞还是挺大的 这都能让你想到 你跟我一样聪明 那最后还差一只鸡呢 两只鸡一个鸡窝 哦 我知道了 让他俩组CP 哎 现在把这个鸡蛋放到鸡窝里 我都忍不住想夸我一只 天才呀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记得留言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